刘诗诗不久前成功生下了小宝宝 圈内好友和粉丝都非常开心,纷纷祝福 但近日有鱼姬爆料称 刘诗诗诗在产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爆料人说刘诗诗最近的情绪非常不好 每天脸上都没有笑脸,不爱说话 不是一个人叹气就是默默流泪 甚至以泪洗面,也很少梳妆打扮 这样的情绪让她没有了以前的光彩 再加上怀孕对于身体的折磨 她可能要休息很久的时间才能再次复出拍戏了 这一则爆料也让大家非常的关心她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